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位北魏时期的道教名士 他的名字叫寇千枝,你可能对他不太熟悉 但是他在道教历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 他对天师道进行了重大改革 影响了后世的道教教义和教规 他又是北魏太武帝的亲信 参与了许多军国大事 甚至促成了北魏的灭佛运动 他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和多面身份的人物 既受到了尊崇和赞扬,也遭到了批评和反对 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的思想和行为有什么动机和目的呢? 他在北魏政治和文化中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呢? 本视频将为你揭开寇千枝的神秘面纱 让你了解他的生平、思想、贡献和争议 如果你对哲学历史感兴趣 那么,请继续观看本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哦 寇千枝是一个有着非凡经历和才华的人 他曾经在松山修道 声称得到了太上老君的传授 成为了天师道的继承者 他又在北魏朝廷中拥有极高的地位 被尊为国师 为太武帝出谋划策 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决策 包括改元、改制、灭佛等 他对天师道进行了重大改革 摒弃了原有的教义和制度 引入了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和仪式 形成了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的风格 他的改革受到了太武帝的支持和推广 使得天师道在北魏社会中 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信仰 他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北魏 对后世的道教和中国文化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然而 他也是一个有着争议和矛盾的人 他的改革遭到了一些道教徒的反对和抵制 他的排斥佛教的态度 也引起了佛教界的强烈反应 他的参与政治的行为也被一些人认为是违背了道教的本质和原则 那么 扣千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的思想和行为有什么动机和目的呢 他在北魏政治和文化中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呢 接下来 我们将从他的生平 思想 贡献和争议 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些问题 扣千知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他的修道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他的入朝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他的去世阶段 扣千知出生于365年 他的祖籍是上古郡昌平县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昌平区 他的家族是东汉时期的名门望族 自称是东汉云台28将之一扣寻的后裔 由于战乱 他的家族迁居到了平义郡万年县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临桐区 扣千知从小就对道术感兴趣 尤其是对张鲁创立的五斗米道 也就是后来的天师道 非常着迷 他曾经和陈公兴一起到松山修道 陈公兴是当时的道教名士 他对扣千知说 先生未便得仙 正可为帝王师尔 这句话预示了扣千知后来的命运 扣千知在松山修道期间 声称得到了太上老君的传授 成为了天师道的继承者 他说 在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 也就是415年 太上老君会降临松山 传给他天师之位 还说 太上老君赐给他云中阴 送新科之戒三十卷 让他清整道教 去除三章为法 租米钱税 及男女和气之术 专以李渡为首 而家之以福祉必炼 还说自己学得福气导引之术 能够避古 其后 太长八年 也就是423年 又说老君玄孙李浦文降临松山 传授他路途真经 并命他统领人鬼之正 这些说法都是扣千知 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而编造的神话故事 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但是却得到了一些 道教信徒的信服和拥护 扣千知下山后 得到了当时信奉天师道的宰相崔浩的支持 从而受到了北魏太武帝的赏识 太武帝是北魏的第五位皇帝 他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和开拓精神的君主 他统一了北方 扩大了国土 太武帝非常遵从扣千知改革后的天师道 特地在首都建立道坛 供扣千知及其弟子使用 其后 太炎六年 也就是四百四十年 太武帝遵从扣千知的建议 改元为太平真君 太平真君三年 也就是四百四十二年 还亲自到扣千知的道坛寿路 从此开始 北魏历代皇帝即位 都要到道坛寿路 以此作为先卑族统治中原的一种依据 而扣千知也被尊为国师 许多军国大士都要首先征询他的意见 再做决定 扣千知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使得他有机会参与 和推动了一些重大的政治改革 其中最有争议的一项 就是北魏的灭佛运动 扣千知是一个坚决反对佛教的人 他认为佛教是外来的邪教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教的本质相悖 他曾经写了《变佛论》和《变僧论》两篇文章 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攻击 他还利用自己在太武帝面前的微信 劝说太武帝灭佛 太武帝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于太平真军十年 也就是四百四十九年 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佛教 强迫僧迷还俗 毁坏佛像和寺院 没收佛教财产 甚至S一些佛教徒 这场灭佛运动持续了两年 造成了佛教在北魏的衰落和损失 也引起了佛教界的强烈反抗和不满 甚至有人认为 这是导致太武帝死于非命的原因之一 寇千芝在太平真军十二年 也就是四百五十一年 随太武帝出征北焉 因为功劳而被封为上古功 太平真军十四年 也就是四百五十三年 太武帝被他的孙子拓拔涛所杀 拓拔涛即位为文成帝 文成帝对寇千芝没有太武帝那样的敬重 但也没有对他有什么福利 只是让他退居幕后 不再参与政治 寇千芝在太平真军十九年 也就是四百五十八年 去世 享年九十三岁 他死后 他的道坛也一直迁移 最后在东魏武定六年 也就是五百四十八年 被取消 他的弟子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痕迹 他的传授系统也无法考定出来 这也成为道教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寇千芝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他对天师道的改革 二是他对佛教的反对 寇千芝改革天师道 摒弃了被农民叛乱所利用之教义和制度 反对修道之人称乖设后 以巨人众 坏乱土地 叛逆君王 谋害国家 主张兼修儒教 并教生民 左国服命 以臣中子孝 夫信父真 兄敬地顺 安平乐见 信守五常 列为归戒 寇千芝 对天师道的改革 专以礼度为首 以礼作为规范 主要做出了这些改革 反对利用天师道犯上作乱 废除以前天师道征收租米钱税的制度 加强戒律 整顿组织 废除了原来祭九等道官私授教职的做法 废除天师道一些教职的世袭制度 主张减贤寿民 要求违贤逝局 并废除五斗米道原有的24制名称 规定信徒不得随意改投道官 道官招收弟子应先考察三年等 修订戒律 科宜 并且撰写老君音诵戒经二十卷 用忠孝等儒家思想作为道士的行为准则 反对道官索取道民财博 以减轻道民负担等 同时 又引佛入道 宣扬六道轮回 模仿佛教遗节 主张力谈语 做功德 诵经 持戒 修行成仙等 经过他改革后的天师道为了和以前的相区别 被称为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 扣千知对佛教的反对 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佛教是外来的邪教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教的本质相悖 不符合天道和人道 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进步 佛教的教义和教规是虚妄和荒诞的 如说世界是无始无终的 如说人有六道轮回 如说人可以成佛 如说佛陀是无上的 如说一切法都是空的 如说人可以断绝欲望 如说人可以不食不睡 如说人可以飞行变化等等 这些都是违反常理和自然的 是欺骗和迷惑人心的 佛教的僧侣是社会的寄生虫 他们不劳而食 不娶不嫁 不生不欲 不忠不孝 不尊不敬 不爱不恨 不喜不怒 不哀不乐 不参与社会的生产和建设 不贡献社会的福利和安全 只知道享受和索取 是社会的负担和祸害 佛教的寺院和佛像是浪费和破坏的源泉 他们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 建造了许多奢华和庞大的建筑和雕像 消耗了许多的金银和珍宝 砍伐了许多的树木和草药 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和平衡 损害了国家的财政和军事 扣千知对佛教的反对 不仅是基于他的道教信仰和儒家思想 也是基于他的政治目的和利益 他想要通过排斥佛教 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道教势力 同时也想要通过灭佛 来削弱和消除佛教在北魏社会中的影响和竞争 为自己和太武帝的政治改革和统治服务 因此他的反佛思想既有宗教的理论和信仰的依据 也有政治的动机和利益的驱动 扣千知的贡献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他对天师道的改革 使得天师道摆脱了原有的教义和制度的束缚 适应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的环境 与儒家和佛教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和创新 形成了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的风格 为后世的道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在北魏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使得天师道得到了太武帝的支持和推广 使得天师道在北魏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信仰 为道教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的提升 做出了贡献 他参与和推动了一些重大的政治改革 如改元、改制、灭佛等 对北魏的政治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也对后世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扣千知的争议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他的修道经历和天师之魅 都是他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而编造的神话故事 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也没有得到天师道的正统认可 因此他的身份和资格都是有争议的 他的改革天师道 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他摒弃了原有的教义和制度 也摒弃了原有的道教精神和特色 他引入了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和仪式 也引入了他们的矛盾和冲突 他的改革受到了太武帝的支持和推广 也受到了一些道教徒的反对和抵制 因此他的改革天师道 也是有争议的 他的反对佛教 虽然有其宗教的理论和信仰的依据 但也有其政治的动机和利益的驱动 他想要通过排斥佛教 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道教势力 同时也想要通过灭佛 来削弱和消除佛教 在北魅社会中的影响和竞争 为自己和太武帝的政治改革和统治服务 因此 他的反佛思想 既有宗教的理论和信仰的依据 也有政治的动机和利益的驱动 这也是有争议的 扣千知的评价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来看 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 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评价 从道教的角度来看 扣千知是一位对道教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他对天师道的改革 使得天师道适应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的环境 与儒家和佛教 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和创新 形成了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的风格 为后世的道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在北魏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使得天师道得到了太武帝的支持和推广 使得天师道在北魏社会中 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信仰 为道教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的提升 做出了贡献 因此 扣千知可以被看作是一位道教的改革者和传播者 是一位道教的名士和领袖 是一位道教的功臣和贤人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 扣千知是一位对佛教有着极大伤害的人物 他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攻击 他利用自己在太武帝面前的威信 劝说太武帝灭佛 导致了北魏的灭佛运动 造成了佛教在北魏的衰落和损失 也引起了佛教界的强烈反抗和不满 因此 扣千知可以被看作是一位佛教的敌人和罪人 是一位佛教的诋毁者和破坏者 是一位佛教的罪魁和祸首 从儒家的角度来看 扣千知是一位对儒家有着一定贡献的人物 他对天师道的改革 引入了儒家的思想和礼仪 主张兼修儒教 并教生民 左国服命 以臣忠子孝 夫信负贞 兄敬帝顺 安平乐见 信守武常 列为归戒 他在北魏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使得儒家的思想和文化 得到了一定的尊重和推崇 也为后来的儒家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因此 扣千知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儒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是一位儒家的同道和盟友 是一位儒家的助力和先驱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扣千知是一位对北魏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他在北魏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使得他有机会参与和推动了一些重大的政治改革 如改元 改制 灭佛等 对北魏的政治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也对后世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又是太武帝的亲信 为太武帝出谋划策 参与了许多军国大事 也为太武帝的统一和开拓做出了贡献 因此 扣千知可以被看作是一位政治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是一位政治的智囊和谋士 是一位政治的功臣和忠臣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扣千知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 他对天师道的改革 使得天师道与儒家和佛教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和创新 形成了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的风格 为后世的道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为中国文化的多元和包容提供了一个典范 他的反对佛教 虽然造成了佛教在北魏的衰落和损失 但也激发了佛教界的反思和自强 促进了佛教的变革和发展 也为中国文化的争鸣和进步提供了一个契机 因此 扣千知可以被看作是一位文化的创造者和变革者 是一位文化的交流者和促进者 是一位文化的贡献者和影响者 以上就是我为你介绍的扣千知的生平 思想 贡献和争议 希望你能从中了解到一些哲学历史的知识和趣味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给我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建议 感谢你的观看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再见